芒衣是玻璃尼西亚的神话人物 是一个喜欢恶作剧的英雄 她拥有很出名的魔法宝物 就是用她祖先孝恶做成的鱼钩 芒衣曾用这魔法鱼钩勾住了一座岛那么大的鱼 而这条鱼后来变成了一座岛 有一天芒衣突然很想知道火是从哪里来 于是她趁夜晚大家熟睡后把所有火都熄灭了 早上大家都很惊慌 因为失去了火就无法煮食 也无法与天取短了 芒衣告诉大家她将去向火焰女神借火后 就前往女神的住处了 她把村民没有火的情况告诉了女神 火焰女神就把她的银剑支架借给毛衣 芒衣知道了火是来自火焰女神的支架 芒衣很好奇如果女神失去了所有支架会怎样 于是把借来的支架丢进火里 她告诉了女神不小心把支架弄丢了 善良的女神立刻再借她一片 芒衣不断制造新的谎言骗女神 直到女神只剩下最后一片支架 女神终于知道芒衣在骗她 于是把最后一片支架变成火球攻击芒衣 芒衣立刻躲闪 火球击中了一些树木 芒衣把着火的树枝拿回去给村里的人 大家很高兴又有火可以煮饭和防寒了 女神不想伤害村民 所以也没继续攻击芒衣了 更多芒衣的故事欢迎阅读最新的大冒险时代 芒衣的宝藏啦